今天上午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在北京启动 它与2021年7月启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共同构成完整的全国碳市场体系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又称作CCER 这项交易主要针对哪些温室气体的减排 与全国碳市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主要涉及哪些温室气体 前不久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设计与实施指南 划定了温室气体种类 分别是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亚氮 氢浮碳化物 全氛化碳 六氛化硫和三氛化碳 其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量最大 它们分别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农木业生产 而后面几种温室气体都是来自哪里呢 化亚氮主要也是来自于一些农业活动和工业过程 像食用氮肥 另外还有航服务的气体主要来自于一些工业的气体 像这个福利熬岸 我们的智能剂等等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什么区别 专家介绍碳排放权交易 国家会给一些重点碳排放单位或企业设置排放上限 如果企业超过了这个上限 就要去购买相应的配额来抵消超额的碳排放 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与此不同 它突出的是自愿而自 很多的这种企业它自己去通过一些减排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 这个减排量就是可以上到这个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由这些空排企业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配偶不够的企业去购买 既然是自愿为主 那么是不是所有企业和机构都可以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呢 个人是否有机会参加呢 我们继续听专家的解读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遵循公平 公正 公开 诚信和自愿的原则 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甚至自然人都可以申请登记参与交易 目前主要的这个参与者就是一个是空排企业 还有像一些非空排企业 比方说他虽然自己没有减排的这个强制要求 但是他为了彰显自己企业社会责任 他也会参与进来购买这个自愿减排量 将来随着这个汤市场的成熟 自然人也可以去参与进来 比方说我今天要出差 这一趟飞行又排放100公斤二氧化汤 我也可以去将来去买这个自愿减排量的抵销 专家介绍 展望未来 随着交易机制的成熟 个人通过践行绿色生活所产生的减排量 在经过统一的核算之后 也将有可能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当然 近期个人还不能参与交易 目前交易主要针对四大领域的企业或机构开放 分别包括造林碳汇 并往光热发电 并往海上风力发电 红树林营造 选择这四个领域 除了它们都具有巨大的减排作用之外 更重要的是 这些领域都具备碳减排的额外性 所谓额外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碳交易 或者没有出售这个CCER所获得的这个收益 可能它没法开涨 你像海上风电 它离大陆比较远 或者水深比较深 那么它的成本肯定是比一般的 陆上风电或者碳图风电会高的 红树林营维护成本高 所以我要通过这个出售这个碳交易的收益来补偿它 下一步 生态环境部将常态化开展方法学的评估 临选工作 按照成熟一个发布一个的原则 逐步扩大自愿减排交易的参与领域 清洁能源企业是这次启动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的重点 目前很多企业都在为参与交易做最后的准备 其中数据的准确尤为重要 下面就让我们到清藏高原上 去看一下一家光热发电站是如何准备的 在清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中广核新能源德令哈光热示范电站 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正在和电站工程师核对发电量计量表值数据 核对计量表号6K175166 经过核对电站申报的电量值为3.2亿度 与结算数据一致 之所以要仔细核对这些数值 是因为光热电站碳减排量的计算是基于监测的电量和天然气消耗数据 因此各种计量数据的准确至关重要 工作人员介绍在以前电站的收入主要来自发电 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后 可以额外获得一笔收益来支持电站的经营发展 拿本项目来说 每年可产生减排量约8万吨 按每吨40到60元左右估算 每年可增加收入约300到500万元 专家介绍 计划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企业或机构 首先要在注册登记系统 和交易系统里开户 开户需要保证注册信息的真实准确 其中最核心的信息 就是企业或机构的实际减排量 目前已经公布的四大领域 都确立了减排量的具体计算方法 假设没有这个项目一般情况下面 它大概是会排放多少温室气体 然后我们开展这个项目以后 然后它会排放多少 这两个资金的差值就是这个项目的减排量 这两个资金的差值就是这个项目的减排量